美国海军在亚派地区的主要存在是依托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目前该舰队的航空母舰战斗群正在执行2018年度的第二次战斗部署任务, 从2018年1月份开始美国海军里根号航空母舰就在日本横施鹤岛进行例行的维护作业,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5月份才结束,目前美国海军总共装备了11艘航空母舰,其中10艘属于尼米兹级航空母舰,另外还有一艘福特级福特号航空母舰,目前正在执行任务的里根号航空母舰属于尼米兹级航空母舰, 这是世界上目前战斗力最强的航空母舰型号,从8月底开始,里根号航空母舰离开日本横施鹤岛开始了这次的战斗巡航任务,正常情况下美国海军的航空母舰每年会执行为76个月的战斗巡航任务, 这个过程有时候会分为两个阶段,分别是三个月,美国海军的陶尔文森号航空母舰在2018年也是执行了两次任务, 第一次任务就是在里根号航空母舰在横施鹤进行维修的时候前来亚太地区,而第二次任务是在怀太平洋军演的时候, 美国海军航空母舰在50年的复役时间内有超过一半的时间在进行维修,真正用于实际战斗部署的时间不会超过50%, 之前里根号航空母舰在第一次任务结束的时候返回横施鹤岗,就让许多人猜测是否会执行第二次任务, 与里根号航空母舰相比美国海军的黄峰号两栖攻击舰在2018年值,新任务的次数更多, 目前这艘两栖攻击舰正在菲律町海附近执行任务,黄峰号两栖攻击舰是世界上第一艘大ZF-35B闪叼二战斗机执行任务的两栖攻击舰, 这次里根号航空母舰新式动众进行第二次战斗部署, 对于四个月的维护作业来说这才不是浪费, 未来里根号航空母舰将在圣诞节前返回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母岗腾许鹤进行休整, 这才完成2018年度的整个任务。 进行中文字幕 earnest日文中文字幕提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